等著她看喔 來啦 我們看看第五隻小鴨喔 謝謝妳 好 5號的小鴨她會去哪裡呢 沒關係 謝謝妳 對 第五隻小鴨會去哪裡 好 沒關係 其他小鴨請先回家一下 第五隻小鴨 因為小盤好想跟她做朋友 等一下 我講完再借妳們玩好嗎 對 我講完再借妳玩好嗎 第五隻小鴨 唉唷 咦 她沒有飄向東邊 也沒有飄向西邊 也沒有到北 也沒有到哪邊 她知道到她哪裡去了 上邊 不是喔 偷看一下 這一邊是哪一邊 左邊 她知道哪裡 右邊 上邊 右邊 真的嗎 我沒有講錯 好 你們有沒有猜對 來 看一看 第五隻小鴨 她呀 飄向左邊 有一隻愛吃魚的鳥 她叫啼湖 就跟她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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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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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有關係 第六隻小鴨呢 它飄向了右邊 有一隻誰 它碰到了誰 豬龜 它會游泳的 對 你說的更正確是海龜 對 有一隻海龜呢 從它旁邊滑過去了 對了 那麼我們來看看 那麼第七隻小鴨呢 他們的命運如何 可愛的小孩 請坐 但我們才能看到第七隻小鴨 到哪裡去 你看看第七隻的小 請坐在後面的人才看得到喔 七隻小鴨 我先坐看一下它去哪裡 喔有這個小鴨很特別 它沒有向左也沒有向右 可是你們猜 它去哪裡 上上 哎呦 它說 它看到你們大家好緊張喔 所以它有點力不從心 它呢 往上 咚咚咚咚咚 往上 哎呦 真的是上喔 它到了上面呢 海的上面 它遇到了誰 海蛇 你覺得是海蛇嗎 我們來看看 呃 是有八隻腳的啦 菜魚 呃 章魚 哎 嘿 章魚 對 那隻章魚瞄了它一眼喔 嗯 然後呢 第八隻小鴨呢 第八隻小鴨 哎 還沒到還沒到 哦 你都記得前面去 第八隻小鴨呢 它呢飄向了 下方 到了下方 好 我們來看看下方 下方遇到誰了 呃 來 你可以請小朋友 往下一點 因為後面爸爸媽媽看不到了耶 第八隻小鴨呢 它遇到了誰啊 對了 遇到了會飛的海鴨 海鴨呢 就對它 嘎嘎一直叫 嘎嘎一直叫喔 再來 第九隻小鴨呢 它到哪裡了呢 我們看第九隻小鴨到哪裡了喔 哦哦哦 可憐的 我的書 它沒有做好喔 好啊 來 第九隻小鴨 你們猜猜看 沒有到東邊 沒有到西邊 沒有到南 沒有到北 沒有左也沒有 有沒有上 沒有下 這邊 什麼叫這邊 好難講喔 我跟你說 這邊就是離你比較近的那一邊 叫這邊 好 我要看 我要讓小鴨靠近你們囉 這個叫這邊 這邊就是靠近你們的 叫這邊 好不好 好 這邊它遇到誰了 哇 鯨魚 一直會唱歌的鯨魚喔 他唱歌的時候 很好聽的歌喔 我好想唱給你 可是我不是鯨魚 我實在唱不出來 好 我下次有機會放錄音帶給你聽 好 然後呢 猜猜看 那可憐的第十隻小鴨到哪裡去了 是這個小鴨啦 哦 我跟你說 第十隻小鴨 來 欸 謝謝你妹妹 你幫我找到了第十隻小鴨 我告訴你 第十隻小鴨最可憐的 他不到東也不到西也不到南也不到北 不到上不到下 他到 他也不到這裡耶 你猜他去哪裡了 他在那裡 不是我頭上 不是啊 他被腳 不是我頭上啊 他到鴨了 他到 不是不是 他到離你們很遠的地方 那個叫做 石頭邊 那邊 那邊就是離你們比較遠的那 可是你們都離我太近 所以不像那邊 可以最好一點嗎 這樣才比較像那邊 欸 這隻小鴨 好可憐喔 他飄向了那邊耶 可是那邊有沒有動物啊 好像沒有 什麼都沒有 怎麼辦 只有藍藍的大海 跟藍藍的天空啊 什麼都沒有啊 還有太陽 還有太陽 好 那怎麼辦 於是呢 他就這樣飄喔飄喔 一直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好我們看看第二天早上他遇到誰 這一隻有沒有很幸運啊 欸 他 第十隻小鴨 他遇到了一隻鴨媽媽跟他們鴨寶寶 欸 鴨媽媽跟鴨寶寶呢 鴨媽媽叫 呱呱 鴨寶寶怎麼叫 你會叫呢 卡麗吉克鴨 他們也是 呱呱 而且呢叫更多 呱呱呱呱 小小聲的 呱呱呱呱 於是第十隻小鴨 就跟在他們的旁邊 游來游去游來游去 從早到晚 一直到呢 晚上呢 誰出來了 有一個月亮 唉呦 一直呢 到太陽要下山了 天色越來越暗喔 這隻小鴨寶寶 就在跟在他旁邊飄啊飄啊飄 飄啊飄 因為他從機器 他從機器工廠出來 所以他從來沒有 從來不知道什麼是鴨媽媽 什麼是鴨寶寶 也沒有什麼兄弟姐妹 所以呢 他就跟著 唉看起來這個跟我長得蠻像的耶 一直到晚上 月亮出來囉 月亮出晚安 鴨媽媽也說什麼 呱呱 晚安 小鴨子呢 也說 呱呱呱 晚安 這時候呢 相比小鴨終於說話了 你猜她說什麼話呀 什麼話會說 她應該也會說 晚安 晚安嘛 但是她的晚安是什麼 再聽聽聽看吧 欸咯 咦 原來啊 這第十隻小鴨小鴨最幸運了 因為她遇到了 鴨媽媽跟她的兄弟姐妹 而且呢 也會發出 好聽的聲音喔 謝謝大家 今天有故事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